这里否定的是在怨恨的基础上新进出现的探讨追寻正义之起源的常识。 正义精神占领的最后一块土地就是逆反情感。 强大的力量在涉及从属于它的弱小力量方面,都想方设法地打消荒谬的怨恨怒气,使其长期地转向与一切复仇欲望相反的方向。 把法律状态设想为独立的和普遍的,是敌视生命的原则,是对人的一种毁灭和分解,是对人的未来的谋杀,是通往虚无的秘密途径。 一切目的和一切可用性,不过是一个趋向强权的意志,战胜弱小力量的标志,而这个意志从其自身中显现了这一种功能的意义。 刑法的意义是多么不确定的,附属的,偶然的,同一个诉讼程序是如何被完全不同的意图所利用,解释和更正的。 然而,内疚带来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类至今还患有这种疾病,这就是人因为人而痛苦,人因为自己而痛苦。 无庸置疑,内疚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又是一种如同妊娠的疾病。 现在我们寻找这种疾病,到达起最可怕,最极端的条件。 我们将会看到,究竟是什么促使其进入这个世界的。 这还需要详细的叙述,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先前的观点。 在罪孽、职责等概念道德化后,企图逆转发展方向,尝试偿还无法偿还的债务,内疚扩展至债务人,形成永恒惩罚思想。 最终,矛头指向债权人,人类寻求基督教绝招,上帝牺牲自己偿还人无法偿还的债务,出于爱还是为了爱自己的债务人。 这是发生在残酷心灵中的一种绝无仅有的意志错乱。 这种人的意志认为人是有罪的和可比的,甚至是不可救赎的。 这是一种疾病,是一种迄今还在人身上作祟的最可怕的疾病。 在人身上有如此之多的可怕东西,长期以来,地球就是一座疯人院。 在过去的几青年,欧洲人除了熟悉人的自强自残以外,还有什么更高尚的依造上帝的方式呢? 幸运的是,人们还可以披眼希腊的诸神,他们是高贵和自理人格的反应。 在那里,人们心目中的动物也被神圣化了,而不再是自我撕咬,自我发怒了。 反过来说,疑似我们的行动与整个世界相一致,疑似我们让自己与整个世界共同行动,那么,全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真诚有爱。 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 在艺术家看来,这种理念意味着无火者形形色色。 在哲学家和学者们看来,这种理念就好像揣测和直觉到高级精神活动的最有力的条件。 在女人看来,这种理念充其量意味着和蔼可亲的诱惑,漂亮肉体上的少许温柔,以致漂亮而又胖乎乎的动物的天真无险。 哲学家在眺望最佳生存环境时,微笑着面对最高尚和最大胆的精神,他们因此不再否定生存,而是更加肯定他们的生存,而且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存。 他们的主要材质依然发生行动,而且是在所有的本能中作为可以实现自身要求的主要的本能而发生行动的。 他现在还在行动,他若不行动,他就不是主要的。 哲学家拒绝婚姻及其劝说,婚姻是哲学家通往最佳生存环境道路上的障碍和灾害。 哲学家通过禁欲主义的外表和伪装,以及对感官的敌视,维持了自身存在的窘境,禁欲主义成为哲学家的风范和生存条件。 禁欲主义者把生命视为一种歧途,人们最终必定要迷途知返,一直回到他们的起点。 或者禁欲主义者把生命当作一种谬误,人们将会而且应当用行动去纠正这种谬误。 只存在一种带有观点的观察,只存在一种带有观点的认识。 反之,我们越是让对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就会对同一件事情使用更多的不同眼睛。 于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更加全面。 人,是勇于用自身进行试验的伟大试验者,他永不满足,愈合无穷,他和动物,自然,诸神争夺最终的统治权。 人,始终是个不可征服者,他永远憧憬着未来,自身力量的趋势让他无法安定宁静,他的未来使在现实中的他犹如芒刺在背,忙碌不停。 德性,即在自我否定中找到自我肯定的艺术,是一场持续的生命事件,一种通过对欲望的教育和磨炼而达到的精神自由。 这种病态在人那里稀疑为常,我们不可能否认这种常规性,人们越尊重这种罕见的强大的铃鱼肉,有教养的人就越应当防止恶劣的病房空气。 但是,如果幸福的人,快乐的人,强壮的人,在肉体和心灵上开始怀疑他们的幸福权利,这或许就是最大和最恶的误解。 滚开,这个颠倒的世界,滚开,这种可耻的情感脆弱化。 不要让病人传染健康人,这或许也是一种脆弱化,应当是这个世界的最高准则。 如果你深刻地理解了,我要求在这里,你应该深刻理解,而且深刻地把握,照顾病人,使病人恢复健康,绝对不可能是健康人的任务。 那么,你就再次理解了一种必然性,它们自身就是病人的医生和护士的必然性,而且现在我们完全理解了苦行僧的本质。 生命的补救本能,借助于禁欲主义的僧侣,毕竟都尝试了什么? 禁欲主义的僧侣,为此不得不使用暂时横行的,向负罪、邪恶、罪恶、堕落、乏入地狱这类互相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观念。 在沉睡中,灵魂离开我们的肉体,向上飞升,进入最高的光明境界,而且以其真实的形象出现在那里。 在那里,它就是最高精神本身,它四处游荡,它嬉戏,玩耍,欢乐,有时和女人在一起,有时和车马在一起,有时和朋友在一起。 机械活动,极其类似的活动,例如绝对正规的操作,准时而不自觉地服从,漫长的日常工作,消磨时间,某种非人格的自由,甚至一种非人格的忘我的和冷淡自我的训练, 看啊,禁欲主义僧侣如此彻底,如此巧妙地把所有这些方法用于它反抗痛苦的战斗。 随着社团的成长,个人的新的利益也在成长,这种新的利益常常足以使人摆脱他个人的不满,他对自己的厌恶,所有的病人和染病的人,出于一种要摆脱他们的不舒服和软弱的压抑感的愿望,而本能地追求一种群体组织, 禁欲主义僧侣猜中了这一本能,并且助长了这种本能。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一件事,为了某种感觉的超越,这种超越感常常被作为抵抗他们长期疼痛的压抑状态的最有效的麻醉剂。 所有自认是好人的人,今天除了不真诚的说谎,卑鄙的说谎,但又无罪的说谎,坦白的说谎,天真的说谎,礼貌的说谎之外,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态度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理由坚持用某种不信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了。 禁欲主义的理想有利于一种超越感觉的目的,把人从慢性悲痛中唤醒过来,至少暂时赶走人的麻木造成的疼痛,迟钝造成的痛苦。 罪恶,僧侣就是这样重新解释动物的坏良心的。 罪恶的出现至今还是心灵病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在罪恶中我们发现了宗教说教的最危险和致命的杰作。 说到禁欲主义的这一整套自觉有罪的治疗方法,任何批判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谁会坚持说,禁欲主义僧侣经常命令他的病人使用的那种感觉超越疗法? 他在这么做时,当然是以最神圣的婉转语,而且显而易见,内心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的确对任何病人都有疗效。 禁欲主义僧侣只要一控制形式,就会损害心灵的健康,因此他也损害人的审美趣味,而他现在仍然在这样干。 禁欲主义理想表达了一种意志,哪里有表达相反的理想的相反的意志呢? 禁欲主义理想有一个目的,它流传甚广,按它的标准衡量,人类存在的其他一切利益都显得渺小和狭隘。 它无情地引导着时代,民族和人类向着这一目的前进,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和其他的目的。 禁欲主义理想的上帝遭到了否定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真理的价值问题。 所有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非自然科学,我指的是对认识的自我批判,现在都开始劝告人们放弃它现在还保持的自尊,好像这种自尊只不过是一种怪癖。 也许全部现代史学著作指出了一种更信任生命,更信任理想的态度,它的最高贵的要求现在成为一面镜子,它拒绝了一切神学,它不想再证明什么,它羞于扮演法官,而这证明了它的趣味高雅,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它肯定事实,它描述事实,这一切都属于一种更高级的禁欲主义。 最后要说的,还是我在开头说的那句话,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